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。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大陸那裏經常有雙體活動, 又或者是父母跟你說要去雙體。 我今日看到有個資訊,網上見到, 杭州一個千人的雙體大會竟然是一個男人都沒有男人參加, 到底你怎樣看這個現象呢? 我當時看到這個鋪文的時候, 我就幾好奇打算進去看下, 怎知這個鋪文一點進去, 那些男人個個都是鋪什麼呢? 就在鋪自己買食的照片, 說用了幾多錢,幾多錢, 我們要聽下他說什麼呢? 第一張圖就說各位,聽我說, 這麼大一盤的雞, 一隻雞三斤多,三十元, 土豆、青紅椒、皮牙籽、香料煉七八糟, 加上十五元,總共四十五元, 食到好爽。 第二張圖就說吃一頓牛肉火鍋才二百元出頭, 牛肉是賽市場自己買的, 買了四斤釣龍才一百八十八元, 配菜加上三十幾元, 牛肉就切了十八盤, 夠四個人吃, 而且四個人都吃不下了。 他就說, 這樣三百元, 自己幾個好兄弟來吃東西不開心嗎? 跟著下來, 亦都有人繼續鋪文, 就說我喊了個酵羊腿套餐, 半隻酵羊腿加上, 這些酵串才四十五元, 帶媽媽過去吃, 吃得好爽。 還有一個, 就說羊肉沙窩還有好多配菜, 還有小酥肉那麼大份, 團購二十元, 兩個人開吃得好飽。 好了, 跟著下來, 還有最後一張, 有人做了一個總結, 說作為男人, 除非你條件好好的, 如果不是, 不要輕易去這些商體大會, 找不自在, 省下來的報名費, 自己買幾斤東西, 過來好好地吃下不好嗎? 硬是要過去給人落你的面。 其實他說得對的, 如果他這樣總結完之後, 我大致上理解為何這班人, 是選擇不去這些所謂的商體大會。 亦都好多人說, 就說, 在大城市商體, 不如回鄉下商體吧。 他說在鄉下, 帶個女孩子去大城市, 可以大家一齊打拼。 他說在城市裏面商體, 好多女孩子已經經歷了生活、 情感、工作的打擊。 而這一個商體大會, 我亦都有查過真是沒有男人去參加的。 甚至乎有好多網友在這裏說, 說這一個商體大會, 現在已經變成成女才會去的。 你真真正正, 叫做有市場的, 你未必會去這些商體大會。 現在這個大會已經在網路上, 叫做最尷尬的商體大會。 甚至乎現在有不少網友, 開始笑這一個商體大會, 笑個人女兒各成宴。 可能你覺得, 這一個商體大會, 說就說千人, 哪有這麼多人。 原來他原本是打算, 男的五百, 女的五百, 加上一千人。 即是說, 來到這商體大會, 是有五百個女人盛裝出席的。 個個忽略了件事。 其實現在有不少男人, 是不願意結婚的。 因為背後太多壓力了, 也有經濟壓力, 個人追求, 家庭責任, 還有對婚姻本身恐懼不安。 而其實主辦方也知道自己找回來的女孩子到底是甚麼了。 這件事在舉辦之前, 主辦方曾經是多次去叮捉這些出席的女孩子。 因為這些女孩子全部都是大寧的成女, 能夠脫單的機會不多, 好像這樣這麼成大的商體大會更加少。 所以必須要在舞台上展示出自己的顏席等等。 即是說主辦方已經知道這班人是年紀比較大的成女了。 很有可能來報名的男人都知道這件事, 所以他們選擇不去。 而主辦方的說話也很容易理解, 就是叫這班女孩子穿漂亮點去, 精心打扮, 這樣的機會不多。 你這次脫不到單, 你可能之後機會都很渺茫。 但想不到, 相看當日, 這五百個女孩子勝裝出席, 一個男孩子都沒有。 一開始, 這班女孩子以為是時間問題, 等等等完之後, 竟然一個人都沒有。 現實和想像完全不一樣。 其實一直以來, 在大陸來說, 男孩子是想結婚過女孩子的, 因為家裡有壓力、 成家立失、 傳宗接待、 很多東西的。 但是, 現在這個趨勢竟然變了。 再加上, 在大陸來說, 男人比女人是多三千萬的。 而根據不少人所說, 現在很多男人覺醒了, 不再相信愛情是必需品, 反而去打遊戲、去按摩, 總之能夠用錢解決到的事, 不會令到自己上身。 甚至乎有女孩子主動追求那些男孩子, 這班新時代的男人, 亦都堅決去退避三蛇, 好怕自己衝動, 被這些女人想要拍拖的陰謀得情, 寧願一個人都不願意結婚。 那些男人說, 現在的女孩子就好像去拜山上墳一樣, 一直上香, 躺在那裏動不動, 還要吃我給的供品, 吃完之後還跟你說一句你上錯墳。 亦都有人說, 有錢的就去咯, 沒錢的就別去咯, 浪費時間浪費精神, 等下的女孩子看不中你, 給些難聽的說話你聽, 你就自討沒趣。 他寫之乎的那一個問題, 每天鋪出來沒幾多日的咯, 但是瀏覽的數量已經是去到差不多兩千萬的咯。 亦都有機會就是他們邀人的時候, 上面所寫的東西是嚇怕了那些男人的, 因爲這些活動是有報名費的嘛, 就算你收百多元也好, 如果去到你感覺上是會被人嬉落的話, 未必會去, 那這個其一咯, 其二就是他要求你的男人, 二十到四十五歲之間, 還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。 那如果有一定的經濟能力, 還有沒有需要去相體呢? 那我想這一個問題大家都心裡有數啦, 就是沒本事找老婆的人, 沒什麼經濟能力的人, 可能才需要相體的嘛。 曾經我都看過一些的影片, 就是男女坐下相體啦, 那女的就一卵咀問, 你有沒有車? 有沒有樓? 有沒有存款? 如果有的話,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聊下去啦。 那但是啊, 現在的情況就好像逆轉回啦, 是個男人會問回個女人, 你幾多歲呀? 三十歲呀? 有沒有車呀? 有沒有樓呀? 什麼都沒有呀? 那我們沒必要聊下去啦, 餐飯就我請你吃啦, 食完大家就各回各家。 可能這一個時候, 來相體的女人, 女仔, 就會發怒, 就說你為什麼這樣問呀? 你不尊重女性? 跟著呢, 那男性就會跟他講道理呀, 就說你這種, 是叫做索取型的人家。 為什麼呀? 你一坐下, 就問我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, 但是你年齡也大了。 那他自己, 男人, 可能要生兒子的。 他這麼辛苦的打拼是為了結婚, 他覺得不適合數呀。 他亦都講到一樣好重點的東西是什麼呢? 就是說, 你一個三十幾歲的人, 為什麼說你是索取型的人格呢? 因為你打工打了這麼多年, 你竟然存不到錢呀, 你無車無樓可以理解, 但如果你連存款都沒有的話, 你這一種人, 如果是跟你結婚的話, 是好有機會將自己拖落水, 令到自己好辛苦的。 所以有些男人, 就用這一種想法去做一個計算呀。 現在時代不同了啦, 男人都會計算的嘛。 所以這一個, 天人相體大會事件, 可以反映到現在, 男人的心態到底是怎樣啦。 好啦, 那這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